男生 大家午安 午安 我們剛剛今天來這邊跟大家做了什麼分享 分享可能沒有辦法帶給大家什麼太多的正面有意義的啟事 我們只能把我們悲慘的過去 拿來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說大家過的其實還不錯 剛剛我們主持人也提到了 愛意志坦有說過 人生不是已經在起跑點 是轉折點 但是每個人的起跑點不一樣 像我們的是特別低 所以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講有多低 那首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小弟姓羅 有人先進來朋友 大家不知道 小弟姓羅叫羅從才 如果我沒有加上音音的話 可能這一輩子都沒有人會念對了 羅中期 羅總才 羅中紀 反正這三個領域永遠都是EA2B 好 那我們成立了這家旅行社 這家旅行社很好玩 這是用我自己的想法來去做的 那這個旅行社其實蠻好的 因為我自己辦的 所以我肯定可以這麼說 那好在哪裡呢 我們請了很多大師來加持 當然我們的問歌啦 祈禱啦 那時候運氣很好 我們經過十年的時間 開了這家旅行社 我想要做了一點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呢 我想要很認真的讓我所有的員工 所有的同仁很認真的去玩 什麼意思 你二十年念書 接下來你要幹嘛 要工作 工作多久 三十年五十年 你三十年五十年 你要做的是一樣事情 每天上班打卡賺錢 月底的時候 繳帳單 月初的時候你清水 然後我夢想我想就去旅行 就像我們在場每個人講 我想要今年去旅行 我想要明明計畫去旅行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去 老闆決定你可以去 同事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我要請參加你不要去 老闆說最近case比較多 你先不要去 很多的想法沒有辦法撐著 我在iTool裡面 我想要讓你這樣的想法 變成是真實 而且很輕鬆的 所以我要從文化開始改變 那既然在現有的環境 我沒辦法改變 所以我自己創造另一家班 我讓聖誕節的時候 我強迫他們 你們要來辦一個降餅屋比賽 認真做 做贏的有獎金 做輸的有懲罰 所以讓他們做降餅屋的比賽 我覺得工作不是最重要的 工作賺錢是很重要的 但它是目的 我要讓他們很認真的賺到錢賺 很認真的可以玩 所以我安排了Cosplay 這是我們每一年的傳統 每一年在萬聖節的時候 我要求每個人 都要Cosplay 而且要很認真的 像這種 就不用打槍 只戴個面具的 後來就被砸臉了 我們每個人認真 是要很認真打扮的 早上 這個是我們全公司 最會遲到的 從來沒有9點上班過 那一天他6點半就到了 一早就請人來化妝 這樣子 上班的時候不太認真 玩的時候很認真 但沒有關係 我們每年都安排很多的活動 包括我們非常多第一屆的活動 這是我們第一屆的Running Man大賽 Running Man 因為我們看節目好像很好玩 我說不然我們自己來玩 我們就辦了第一屆Running Man 我們辦了第一屆的旗蛋 因為那時候飢餓遊戲剛上 我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就去玩一個 我們要辦了一個 這個 這個畫質看不太清楚 看得清楚嗎 畫質好高 不好意思 這是我們第一座的圓桌會 什麼是圓桌會 圓住民的餐桌大會 我特別帶他們到山上去 用竹籤串起來烤肉 然後用竹筒切下來喝小米酒 體驗一下很多第一屆活動 包括說 我們的一些員工旅遊 到國外旅遊 國內的旅遊 甚至到墾丁 Longju 我覺得 我想要創造的一個文化氛圍是 你在這裡可以賺到錢 你在這裡可以活的快樂 工作的快樂 這是我想帶給他們的 那 一開始 在前面兩分鐘 自我介紹我講過 我一開始我什麼都沒有 我只有一個念頭 我只想賺錢 至於賺到錢之後 要幹嘛 我說實在 我不知道 可是當我工作了十年以後 我有想法 我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想要 就像我們一開始大家看到的影片一樣 我想要把我能夠做到的事情 分享出去 透過我一點點的力量來改變 我如果今天靠別人來改變 沒有辦法 我靠我這些改變 靠我創造這家公司 創造這樣的文化 讓他們去做改變 這是我想要做的 所以就是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現在希望 目前這個公司 坦白講 不是很賺錢 因為都化掉了 都給大家晚掉了 可是呢 員工其實都蠻賺錢的 我們上個月有一個同仁 他工獎金拿了快15萬 那今年 我們一個副理 他78年次了 他去年年底 簽了一台車 被死的 我嚇了一跳 我說你車開得比我還好 怎麼這麼奇怪 但是他覺得他有夢想 他想買一台車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 他覺得很安心 所以他買了一台車 而且他錢購支付他的這個車帶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讓他們賺到錢 賺錢只是一個達成夢想的手段 我覺得這是我一直想要提供的 但是這個過程是很辛苦的 很辛苦的 這是我們的一個花絮 我們有帶他們去品紅酒 讓大家開會 我覺得在辦公室開會很無聊 所以我們趕快去出外面 買錢書機 配紅酒 大家來聊聊天 發獎金 吃飯啊 真的很正常 這是我們特別的我們的同事 他設計的這頂帽子 這是我現在戴的這頂 我說 那今天這個設計出來好漂亮 不然大家一起去吃飯吧 也沒什麼理由 這純粹想找個理由吃飯而已 結果他設計好了 帽子到位了 我們大家一起吃飯 就看一張照片 就只是隨著想大家出去玩而已 但這個過程當中其實坦白講蠻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我沒有 今天有一個主題 就是三五青年 什麼是三五青年 我的起跑點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跟在場比起來 你們的起跑點怎麼樣 我的起跑點跟大家說一下 我手邊沒有寸款 沒有車 沒有不動產 沒有動產 什麼都沒有 我在剛開始念大學的時候 我騎了一台摩托車 那台摩托車要價是一萬兩千塊 車零塊跟我的年紀差不多 我那時候十八歲 那一台車車零十三年 我買了一台二手車 從這樣開始 一直到我開始做的時候都是 我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在澎湖念大學 特別拿這張照片給大家看 為什麼 因為他問一個問題 叫做下學期的戲費只叫兩百塊 可不可以 各位啊 兩百塊是一個什麼概念 今天我如果在台北生活 我早上吃個早餐就超過一百塊 你們去買個麥當 加個什麼套餐就一百零幾塊 這是一個一整學期的戲學會只叫兩百塊 大家為這件事情出來討論 你就知道大家生活多辛苦 因為我選擇澎湖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選擇他 不是說因為我特別都在澎湖這個地方 很多第一次聽到說 你在澎湖也可以念大學 為什麼選擇他 因為他學費最便宜 一個學習兩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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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兩萬塊還不夠我的生活 所以我去打工 做了校園的主持人 我做了這個電台去當DJ 這是給我錢收入的 到很多的商品搏動到澎湖 我去做一個這種像HR的去找學生來打工 把中間一個人賺他一點這個證件費 這樣子 到後來我在大二那一年我接觸了導遊 我才開始正式踏入旅遊業 這是我為什麼踏入旅遊業 那那時候做導遊業一定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收入最好 一天兩千五百塊 哇天價 我帶個十 一天兩千 帶個三天 七千五 我帶三團 十二 九天 我就可以繳學費 太好賺了 從這樣子我覺得旅遊太棒了 可以讓我賺錢 那賺錢了之後呢 然後我也還有一個夢想 我想出一國 可是我出國還是不夠錢 怎麼辦呢 所以我想到 我看了一本書 那本書也是一個作家寫的 那剛好建議的作家 也許你今天的一本書 影響到非常多的人 至少在十年前 那一本作者影響到 所以我去了英國 那英國錢不夠怎麼辦 所以我辦後辦理 這是我住宿的環境 我在工作的時候住宿的環境 像鬼屋嗎 蠻像的 給大家看一下 有去過黑玉莎嗎 有看過雪莉嗎 有去看過嗎 每年開戰的雪莉很漂亮 不要花大錢去看 冰箱打開就有 就像這樣 我們努力的把它清空 非常幸運的事 還可以用 還好 我曾經住在這個地方 在一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英國 那它是靠燃油的 那個時候它地方非常偏僻 我離最近的城鎮 坐公車五分鐘就到 但是走路要走45分鐘 騎腳踏車要騎15分鐘 坐公車很貴 一趟五英鎊 大概300塊 那時候 1比55 那時候 看300塊 太貴了 所以我就走去 然後再扛了一些冰箱 再走45分鐘回來 45分鐘單程 那時候很荒涼的地方 在這裡曾經碰過 在一月的時候 那時候醉人的時候 結果藍油沒了 這個房間的氣溫 平均均溫是零下一度 零下一度 零一度 跟熊一樣舒服 度過了一個冬天 蠻特別的 但是在熊要去旅行 所以我住了這個地方 這是Hostel 這是青年旅館 就是那種分居的 雪兒可能知道 住是這樣的環境 但是我依然去旅行 我覺得再沒錢我要去 跟大家想像旅遊不太一樣 可是我做這樣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非常高興 我覺得非常高興 至少我踏出門 這是一個契機 那因為有這些環境 我造就了我一個個性 就是基本上在乎的事情 我都能做 我都能做 我覺得因為那個環境那麼差 我都能活下來 沒有人 沒有沒有 我都可以再零下一度兩度 睡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一直等到老闆發現 說沒有油了 補進來了 語言不通我都還會講話 像零下老公一樣 可是呢 這些是我的養分 一直到後來 我因為旅遊的關係 做導遊的關係 我進了這個旅遊業 我開始工作 我開始要跟大家講 創業都很簡單 扎錢出來就好 但是要有錢 我記得我剛開始做業務的時候 就跟我們第一位分享者一樣 剛進業務 那時候的薪水 三個月已經 第一個月一萬八千塊 第二個月一萬八千塊 第三個月一萬八千塊 第四個月零 是自己 我曾經半年都沒有業績 我每天都很忙 我怎麼辦 我每天都能再去跑 但是呢 我有一天幸運 簽到第一張單 騎著我那一台十二年 我都要買 非常高興 很終於跟我買單了 很高興 那天回家的時候 趕快跟我爸講 一回到家門 突然淚殘 把西裝刮破 那是我第一筆單 然後呢 當我接了這筆 我自己談的單之前 有人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同事說 不然這樣 我有一筆單給你 你去 我已經簽好月了 給你吧 不然你都沒有生意 太好 新高財力去 結果呢 那是一個出國 戶照效勢不夠 結果呢 高高興跟人家收我 才剛做沒幾個月 不知道啊 交了公司 沒人發現 出發錢發現 戶照效勢不足 怎麼辦 客人沒辦法出國 當場賠了多少錢 一萬八千塊 新台幣 一萬八 我都沒賺錢 我賠了一萬八 這個case還不是我自己談的 人家有信給我 我還賠了一萬八 鼻子摸摸眼淚 一吸 錢掏出來 用這樣的方式 過得這樣辛苦 但是 我開始 我略去存錢 接到第一 大概很高興 刮破西裝 可是我覺得 這都是過程 我中間都沒有放棄 中間只有一個櫃了 那時候 那時候我的一個主管 他告訴我 就說你相信我 你這樣去做 你只要持續去做 你一定可以 所以我經過半年之後 我開始有擔進來 開始的成績超過了同期 在第一年的時候 成績不耀眼大拼 第二年 第三年開始 我只照著我們的主管方式 就叫我怎麼打開發 怎麼跑客戶 我也不是 我們什麼才能都沒有 我只是照著我們主管 告訴我方式 你就這麼去做 你一定可以 所以我今天在跟大家分享 兩分鐘的自我介紹 的時候有講過 堅持比才能更重要 因為我這一路這樣子 從第一年 第一年 第三年 第四年 到現在第十二年 我都持續地這麼做 只是我以前是我自己做 到後來帶著我的小組做 到現在帶著我所有公司的團隊一起做 我成功了 我開了幾家公司 我開了一個這樣的一個環境 讓大家可以很開心地在那邊享受工作 賺到錢 這是我想要的 那這也是我創業的過程 那中間過程當然有更多更辛酸的事情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 所有的創業不是很簡單 但是其實 翻過來講 其實也很簡單 你就是堅持一個對的路 其實你就一定可以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